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 为你带来的 双方凌尔无限巨战的 实况队战解说 这场比赛 一辈的兔子 VS30鬼铺 来看双方三主力BO5 那鬼铺不多提了 对吧 跟诺无心是 熬战数日了 有一段时间了 对吧 得有一两个月了 兔子的话是 玩凌尔风云的 顶级高手啊 还想他今天操作如何 好的生龙大蛇 战心拳 顶二则 高跳星桥 打枪转 哇 这兔哥感觉 平日里是没少练这个版本啊 好生龙 漂亮 这几本弓 就是明显看得出来 比较强势 小毒的毒气 15是改黄 咬推不反 这鬼铺感觉刚开局 又面对一个硬查 对吧 有个诺无心 还有一个兔子 鬼铺表示压力山大呀 毒的毒 隐私险 奈乐乐 敲倒起身 怎么则 小跳片下凡 可惜对手是 限一臂闪身 一颗CD刚出来 这毕竟不是风云 不是无限气啊 所以说CD反击是允许的 来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鬼铺之间的 Kissanagi 而且这个版本CD反击是 就是能量CD啊 它是稳定弹强的 那很多角色 就可以做文章了 对吧 就说小草可以 尖充生龙大蛇 那再不及也是个毒的毒 对吧 好生龙大蛇 战星卷底日则 小跳星角压制 小跳连跳进攻 原星角没有开BC 对不值得赶紧找到 接奏去反压制一波啊 但是很明显 兔哥还是比较凶的 哇 很难压制住他啊 好 罗伊毕过来 反而被一头 提升大硬跳星 哎 好连段失误 没有确认 那无所谓了 对不值得有机会 手里满资源 能不能找到一头BC 很重要啊 那罗罗小草 小跳骗下盘 他这个套路 感觉比较明显啊 这小草 确实其手的 这个手段 比较匮乏 他不像八神 有一个信封有变数啊 面对小草 基本只要不动 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风险啊 来 小跳骗下盘 前下一条逆向 两边还在找 接着好 在前些中 对确凡一倍的 战CD 幻音速度好快 来生龙大蛇 再生龙 一磁血 好的 血反应波 来看下一回合 两边来到 同一期的跑线 鬼波这边小劣势啊 他是可以接受的 看一下肚子 这边的八神阵中 这个版本的 李草的波动 是比八神要强的啊 八神拼波是拼不过的 这个小设定 还是蛮有趣的 是吧 也是强化了一下 李草这个角色的性能 我觉得啊 毕竟他不像 呃 白草 就是曹涕精 曹涕精本人 那个荒咬那么强势 没有什么格挡技 只有一个贺斋 或者说夜斋啊 并在说法 好像有冲突 有矛盾是吧 连跳大蛇 裸皱 那无所谓 允许裸杀 还是那句话啊 这不是无限剂 裸杀CD都可以 点下盘 小猜中嘴 把整个那种换的血 也是换的不少了 只要这局能赢下来 其实都可以接受 好的 原地小猜中腿想对空 但是RP连段 哇 可惜了呀 这下鬼步的 秦月阳取消 升龙变成了一个发波 应该是秦月阳升龙的 对吧 明显看得出来 少拉一下钱啊 这个升龙是623嘛 对吧 是波是23 所以说很明显是出问题的 来看后台中腿 小跳中拳 漂亮 带走 那来吧 铺子这边最后一个龙儿 这龙儿确实之前有人玩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用的人非常少呢 就看一下铺子能秀出 怎样的操作 满资源 这操作空间 看起来还是蛮大的 但是面对发神 还是要小心 好 前冲点下盘 下清叫下清拳两点 来开启BC看伤害 左脚右脚踢杀 远动脚想跟第二套BC 但是很明显没有跟上 可惜了 这套连段应该是能成立的 但是可能速度比较紧张 波动兼致 效应跳CD压制 对不止点小跳 再变下盘 下清叫单点 全让BC开启来 反尤拳反尤拳 圣龙 爪志在反尤拳 这套应该是能一套带走 葵花取消小葵花 漂亮着操作 来八尺物 再接秦远烟 直接带走 比分零比 来看下一局 由此可见 鬼步的实力确实是 无庸置疑 我只能说 可能是诺悟心的K-DESH 实在太超模了 绝对不是鬼步弱 恰巧是因为鬼步很强 这样的话 诺悟心才能 那个K-DESH才能发挥出来 是吧 说白的就是如此 看一下这局鬼步找到的手感 感觉兔子要小心了 毕竟对手是 专业玩这个版本的 来看一下 前下雨跳青角 利用对手防住下青角的 防御僵直 防御硬直 还是格队游戏里 普遍利用的一个 加针属性 好的 这副应该是秒掉了 独咬 朔铁 反变黄咬 朔铁 大蛇 今天的这个节奏 还是比较缓的 都在去 一点点的去 细节的打利回 这个我是非常欣赏 非常人和的 看一下兔子的八神 好的 BZ开起来 下重嘴 暴真行月焰 升龙爪志 鬼花两式反摇拳 哦呦兔子 哇 这连招这么帅的嘛 说实话 我在平台待了这么久 真的一次都 诶 好 我刚想说 一次都没有见到 这个兔子去打无限 今天是第一次见 但没想到 刚出场就给我一个惊喜 对吧 哎 小特片下盘 好 远兔天缺反叹式 哎 没关系 还有意外收获 起变因带走 给科系 无所谓的 来看一下 有回合 看一下鬼步 这边的 Kusenagi 你看这拼波 是拼不过的啊 但是八神 有一个反摇拳 也是无所谓的 打一跳百合车 连跳百合车 还想百合车 还好鬼步是 站姿防御 不然的话又过头了 一把火烧过去 追波少年 有力回真节奏 来了 现在鬼步 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给资源了啊 CD反击 好小跳重拳 哇 这个过波 第一次见啊 但还好打点比较高 好 下行拳 利用对手的防御将军 抓解锋 也确实不敢动 下重队 BC爪置 对花两时 不动 再见 请念念 这连段的华力程度 我觉得不亚于酒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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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休矣 整段垮掉 兄弟们 有点尴尬 看得出来 兔子这边连段 还是手电度不高 或者说 稳定性不足 但事实上 是一个意思 好 圣龙七叔 是该好摩将带走了 大蛇蹄 来看下一回合 这个版本的设定 也非常有趣 对吧 其他版本都是 用什么浮空连段 比较多啊 这个版本就盯住 下重腿了 基本任何版本 任何角色 都是可以用下重腿 去连连段 或者开BC的 这就非常少见 OK 超杀带走 这抽鞭子就很舒服啊 来看一下 这局怎么讲 鬼步的八神登场 谢八 一身红 嗯 这下BC开的小失误 活动直消一下 兔子看一下 怎么近身啊 小跳百合折向 则逆向 但还好 这龙二是个角色 蹲姿下心脚的身位 非常的低啊 跟他这个人高马大的 体格子 完全就是不相符 对吧 有个最典型的反面教材 就是大门啊 大门那个下心脚的身位 他就低不下去 那身位就不是很优秀 下心脚三点BC 看起来 踢杀滑刀 踢杀滑刀 左脚右脚 这时 结束连段 三心脚对则 二批前跳 跳基地抢 空成功 还想前跳 被蒸笼 这部表述 我也不是白给的啊 你当我是你捏的呢 对吧 没跳进攻 下心脚 想单体确认 但是没成 没关系 远度权对则 一批的裸一臂 秦月音没跟上 但是八神的节奏 在手里 而且手里全是资源 小套响片下盘 兔子这边能量 省省粉 抓一个指定头 超杀先给个 没有问题 一磁血 龙儿就干脆不落地了 听想你喜欢下心脚 单点就确认 好的八神 裸中 还好这个秦月音没跟上 兔子还有机会 但是鬼步现在 呃就比较难了 哇刚才那个秦月音跟上 应该就反杀了啊 呃对手不会再跳了吧 好下心脚点断 比分时评 双方赛点争处战啊 身为一个解说 或者观众 虽然是希望比分咬得很死的了 是吧 打满是最爽的 啊 剃头其实 也算是喜闻乐见 但最好不要 是吧 这个局数看得越多 越精彩吧 来吧 两点小草 互相荒咬试探 会好的大声龙茶盒 这算是选法的高跳 耐了诺 先跳起攻 鬼步这个节奏 抓得非常准啊 杀青小 先跳 你从来的落过顶 一波再过顶 有点帅兔子 但是可惜 比其实稳 兔子感觉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连段的稳定性不准 对 有些时候 就是单纯的事 有些时候 你像刚才就是 想秀 没秀成 下重腿对空 小草的印象 反而被择一个C头 就抓一下 好的 先下重腿 单点确认 鬼步 我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叫鬼步的 这跑动 突然来一个前鞋重腿 印象 将杀一波 下地 下一前鞋重腿 再取消 这边也是利用对手 哎 好的 这边是七叔 改第一段 接耐乐多 哇 这连段还是比较新颖的 一丝线 打圣龙 打独的 图吊岛 可惜没有追地 可惜了 追地手段 也是比较少的 这小草 这这个离草的话 刚才可以接灵士 就是跟无事一样 可以追地的 但是这个草地精 到02里就没有无事了 拳皇的背景故事 写的是 这小草在阴潮篇 就是两千 被这个 包尼斯他们 吸血 做克隆人 导致体内 这个功力大减 从斗宗强者 变成了斗皇强者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 这个无事用不了 也是很正常的 连跳进攻 这无事的权章是什么 最终决战奥义 无事 这个招戒 这很强的 你像 哎呦 这边鬼步的小草 非常谨慎啊 非常的顽强 好的 闲邪中退 这次要穿三 鬼步 说甜 哦呦 毒咬灰空 逆向想 就逆向大蛇体 啊 这是用毒咬走路了 相当于啊 有点帅 但这边可惜了 刚才如果连上 就真的惊为天人啊 就算一套带不走 但也够帅 而且伤害够高了 看一下鬼步这边的 草地 咱说他叫草地呢 如意引起争议 就叫他离草吧 来那洛洛 欺扬生龙大蛇 再接个生龙 半边兔子还好 不是最后一个角色 前大影跳轻 脚过波以后 前行拳再则中断 你以为结束呢 不好意思 还有后手 远中脚 这次没有断 漂亮 八百里吧 战中小 来吧 疯狂的 疯狂的 鞭挞 哇 这伤害兄弟们 这就是三骑龙儿 来看一下兔子 这边 这局龙儿 确实发挥的非常好啊 哎 接下来 有条罗里想卸风 水部的八神 开局没什么可说的 把利用自己的血量优势 去应责对手 发挥拳最红 嗯 龙儿连跳进攻 一箱占中拳 没有确认 可以接受 哇 又是前行拳 鬼步 剧痛苦 这个中段 确实难搞啊 哎 还好这套连段 伤害不算特别高啊 鬼步完全可以接受 大声龙 结束连段 来看下一回合吧 兔子这边 也是八神 双方八神内战 来烧火 哎呦 两边都是小跳青角啊 非常 近身的一个打点 但是连跳进攻 兔子这边起身 下青角低身位 躲开了日梯前 小跳青角的空家地 判定 对话两次放针 服务 还要选 大圣龙 起销 八神 你手里还有两颗技 八指 我 快 哎呦 兔子帅呀 来看下一回合 这集怎么想 说法一就是 惊的内战 小草 哦 你笑 好吧 这局我赌 是白衣服的赢了 前跳进攻 前跳基地 被兔子这边 小小伙众给打回去 兔子这边的 预毒百味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效的区域巨址 以及牵制 皮疏众是改 浮空没跟上 你确实是跟不上 打点太低了 缺乏一波 好的 奈德洛 秀 什么情况 重拳毒咬 没有继续连断呢 后杀中腿 对不信赛 要比较谨慎了 兔子也找回了 自己的手感 好的 鲜血中腿 对此一批 小套奈德洛的 落点 双毒的毒 毒咬 朔铁 再取消毒咬 朔铁 生龙毒的毒 西疏众感 还能再接BC 下中腿BC 哟 什么情况 哇 这套连段失误 那都好的 高跳奈德洛对色 EP的逆向 但是连段又失误 鬼步你在 干什么 下清拳 前线中腿 开始BC 高跳奈德洛 打逆向 独子这一局 开始就了 毒的毒 75是改朔 点赛根 妄谣取消 撤穿没有开BC 没关系 两边都剩一丝血 好生龙血反 来看 下一回合 这兔子也是比较的老实 这如果刚才是鬼步 劝反的话 重拳毒的毒 接毒的毒 接毒的毒 对吧 三个毒的毒 怎么都死了 草的前进角则 中中断 怎么想 鬼托现在比较难受 毒的毒 再料倒 几场面对草地精的时候 还是比较触草地精的狂攻的 先小跳骗下盘 再偏下盘 再相杀 哎呀 兔子是一个小嫂 非常的 怎么说 顽强 能不能换掉半血 看一下 好的 斜斜中腿 可惜 俯空两战士 点下盘 下臂站重拳 开始BC 黄咬毒咬 黄咬毒咬 没有打圈 无所谓的 这一套气势 已经打出来了 现在鬼步要非常小心 才可以 反变 高跳 好的 一把火 对此一臂的AB 抽身起来的厚厚 来看一下一回合 兔子之天的龙儿 Yamazaki 胆跳奈德罗对色一起后跳 龙儿这个牵制 哎 你看 小跳重拳对空 不给进攻 不给前跳 跳基地抢空 前 没有任何动作 嘿嘿 你以为我要压制你吗 并没有 开始套路 虚者实之 实者虚之 这边一套带走 又是中转 抽鞭子 反正你也是满资源了 来看一下鬼步之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八神 双草 首发八神手底 感觉鬼步最擅长的角色 还是他的八神 连跳进攻 责重中断 这一套所有资源 能不能一套带走 远中腿再跟 八百力万 站重角 抽鞭子 你给我死吧 看这伤害兄弟们 哇 还溢出的呢 带着跟住我们 下期再见 再见